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静门开始您就对哥哥挑赞见四 他有什么做 大人说话没你插嘴的份 你们这一家子都是祸害 爸 你也听到了 既然爷爷这么看不起咱们 咱们还是早点回家吧 二叔 我送送你们 这些不孝子孙不懂事 我替他们向您道歉了 小娃娃没见过世面 无妨 不过 太嚣张的小辈 也该教训一番 阿叔 你先和妹妹上去吧 我和小翼说两句话 好 小翼 不是我说你 这次确实是你莽撞了 九大师可不是一般人 没事 他奈何不了我 小心 姐 你在车里待着 不要下车 厨丽 你小心啊 阁下尾随至此 是想要找回面子吗 小子 年轻人 年轻人不要太气盛 坦在你爷爷的份上 跪下磕头摆我为师 我就饶了你 我就饶了你 否则 不弃圣还叫年轻人吗 我再说一遍 你没资格当我的师父 好好好 老夫我今天就好好教训你这个 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 之前也有个半步宗师说过同样的话 可惜 在我面前装不过三秒 狂妄 飘渺指 堂堂一品仙术飘渺指 在你手上竟发挥不出十分之一的功力 真是爆点天物 让你见识见识 什么是真正的 飘渺指 你周身并无灵气流动 为何能击败我 只有弱者会将灵气外放 你长了眼 心却是盲的 原来如此 他的修为原在我之上 难怪我看不出 不过这样的大能 为何从未听说过他的名号 等等 他也姓楚 难道 如此年轻的大能 除了那一位 也没有别人了 莫非 您就是传说中 在江城翻手为云 覆手为雨的楚大师 嘘 是言是言 您放心 我一定不会说出去 回楚家去吧 今天的事 就当从未发生过 多谢楚大师 还好没有当众得罪他 否则我今日 命不保已 楚一 你好厉害呀 跟姐姐说实话 这些本领从哪里学来的 其实我是先尊重生 这一次回来 是要拿回属于我的一切 不想说就算了 你当我三岁小孩呢 说真话你又不信 我可太难了 这不是回家的方向啊 别急嘛 姐先带你去见个人 我最近谈了个对象 你来帮姐把把关 哦 那我倒是来兴致了 嗨 月航 云云 你来了 快来这边坐 我是楚云云的庞弟 楚一 你好你好 我叫冯玉航 是云云的男朋友 我姐这刁蛮公主 可不好伺候 冯大哥 辛苦了 还好 他平时挺温柔的 楚一 你说谁刁蛮呢 你还说你不刁蛮 冯大哥 咱们今天第一次见面 我有些问题想问问 请说 你现在在哪高就 工资多少 有车有房吗 我在一家公司做会计 工资一万 在老家有房 这条件在普通人中 还算不错 但 想跟我姐在一起 还是有点不够格呀 这 小叶 再怎么样也不用这样说吧 宇航他也很努力了 楚兄弟 虽然云云不说 但我知道 你们不是普通人家 现在的我的确配不上你姐姐 不过 我有信心 以后能给他好的生活 毕竟我还年轻 宇航 气息平和 胸中正气凛然 看来所言不虚 是个信得过之人 好 有志气 来 咱们干一杯 干 林哥 那不是咱们公司冯宇航吗 没错 听说这小子傍上个富婆 我是真一眼热呀 咱们去给他搞点事 哟 这不是冯会计吗 林主管 您怎么在这儿 这家我常来 不过这么高端的地方 您也能消费得起 哦 对 我忘了 你已经吃上软饭了 林凯 请注意你的言辞 这位就是富婆小姐吧 身边还缺人吗 这小的穷鬼一个 考虑考虑我如何 滚开 少拿你龌龊的思想 侮辱我女朋友 动手是吧 胖子 给我干他 打残了我负责 好嘞 不长眼的东西 感动林哥 羽 小心 传闻陈大师 是内境巅峰的高手 是当时最年轻的 华境高手 少年宗师啊 阴煞古变 什么东西 邪招 抱歉 对不住了 那家伙好像只有原英雄 半个月连破三级 开挂了吧 开挂 我才不干那种丢人的事 我靠的是 抱大腿 嘿嘿嘿 我去 福哥你这是一路开挂到现在啊 双双变这么牛的啊 看我仗见都市 成竟 最强神王 你们竟敢加害无欺 最不容诸 就连斗队公的孤雅丁风高手 也做不到这种程度 若是他们无法给出一个令我满意的仅仅 那就只能灭族了 大祭司 他真的是预言之子吗 是说这个东西吗 跟本王手上的是一模一样的 为什么本王召唤出来的 是一个废材人族啊 我老婆是魔王大人 每周五日 上午十点更新 不要错过哟 先门弟子来到都市 竟成豪门气哨 我本低调 逼我嚣张 既然如此 我便猖狂 最强气哨 火热开波 一样的热血